迎盟而见笔墨只焰,十二授手,分道而立,标有有鹏春秋等名字的包间,以及包间内古风纹路的壁纸,处处转现着儒雅风尚。 这间充满中国气息的餐厅是有一位瑞士90后小伙,Alexander Free在经营,他生于瑞士卢萨恩出于对中国的热爱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叫费腾。 5月28日,记者在山东济南东城的一家中式餐厅内见到了费腾,他正用流利的普通话跟餐厅服务员了解近日的销售情况。 2009年夏天,还是高中生的费腾出到济南游玩时,就被这里的文化和美食所吸引。 回国后由于对中华文化产生浓厚兴趣,他便努力学习汉语。 自年前再次来到济南时,费腾已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。 2009年的时候,我在瑞士上了高中,当时有一个中国的朋友就跟我一起上课的,然后通过他,他给我慢慢的介绍中国文化。 然后我就非常的感兴趣,因为毕竟和我们瑞士的文化和国家很不一样的。 所以我2009年的时候第一次来中国,也接触到一些中国文化。 后来我在温哥华的时候,上学的时候,那边华人也很多,所以一直有这个环境嘛。 所以利用了这个环境,就是慢慢的把我这个中文给练出来了。 为了能够了解中国费腾先后到过上海济南等地,还喜欢上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, 并最后应朋友邀约决定留在山东济南。 在这里的四年间,他利用自己所学的酒店管理专业知识开始步入餐饮行业。 经过不断发展,费腾先后在济南经营了牛排店、披萨店等四家西餐厅。 现阶段,他与朋友在济南筹备了一年的中式卤菜馆也进入市营业阶段。 山东,然后济南就是文化也比较深,那第一步我们都认为是通过一些美食去了解一种文化,还有饮食,对吧? 再加上,OK,我们开餐厅,我们也会接触到不同各样的客人。 然后我们是从稍微低端的餐厅到高端的餐厅,什么样的客人都会接触的。 所以这到当时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了解济南文化,就是山东文化,儒家文化。 当下费腾将自己所有经历都投入到了这家卤菜馆的管理中。 每当闲暇的时候,他都会去厨房更细致地了解每道卤菜的历史和烹制方式。 费腾觉得,现在一定要把卤菜做好,将每一道卤菜所蕴含的文化更好地展示给每一位客人。 记者在该卤菜馆的厨房内看到,主厨冯光棚正在紧张地忙碌着,百合塑形带糊油炸,经过几道繁损的步骤,一道经典菜品佛珠百合烹制完成。 冯光棚告诉记者,这道菜采用的是蛋黄炬的做法,该做法早在民国时期就广为流传。 卤菜呢,有很多就是做法,将我们选这个做法就是蛋黄炬,蛋黄炬这个菜呢,从民国时期就开始流行。 选用了有高山百合,然后蛋黄,还有山药,然后把它山药膏,就把它绝合地一起做了这道菜。 一个是为了就是养生,另一个就是为了现代人的生活快节奏。 目前沸腾的鲁菜馆已有200余道菜品,除了100余道为传统鲁菜,其余的则是沸腾与主厨冯光棚所创新的中西融合式菜品。 沸腾说,未来他计划将世界各地的特色饮食与鲁菜相融合,推动新的餐饮文化理念发展。 他希望帮助鲁菜走出去,推广到旧金山,苏里市和伦敦等城市,让更多人能享受到中国的佳肴。 中餐就是分八个菜系,我们都知道非常丰富,有那么长的历史,那么多的美食,为什么不能应到国外去? 特别是鲁菜,我们不仅会把鲁菜这个饮食分享到国外去或者应到国外去,我们也是想把一些理念,还有就文化,其实也很有意思,都想给他们慢慢地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